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這個有五個指數函數 對應到這個五個函數圖形 然後他要問 y等於2的x次分是哪一個圖形 我們通通把它標出來 就是說這個這種的是那個 底是大一的 這個底如果是大一的話 就是a的x方法 如果底大一的話它是真函數 而且底越大的話它越陡 而且底如果小一的話它是減的函數 所以我們知道p這個函數也是這個 因為只有兩個底是小一的 這一個是q這個函數 我們看這個底的話 這三個都是大一的 底的話最大的應該是這個 i就是說這個 是y等於4的x 這個是3的x 這個的話就是2的x 所以的話答案是t t的話答案是1